在鹅场战内预约数突破了一千万大关后 作为公认古装王诈剧 由张若云、李沁、陈道明等原班主演 轻力打造的《庆余年2》 自然也是再度成为了大众关注的焦点 尤其是在全新的预告片发布后 全员亮相的女主团 更是引发了诸多网友的热议 先是女主李沁 在全新的预告中 李沁也是有着多套造型亮相 其中除了此前就已经曝光过的 黄衣端庄造型外 林婉儿与范贤大婚的片段中 李沁一身红色婚服 凤冠霞配的造型 无疑是最为惊艳的存在 本身对于古装就有着超强驾驭度的李沁 在古风典雅下也是显得更为的动人 且有灵气 堪称是再度美出了天际 再者就是宋毅 作为范若若的饰演者 宋毅也是一改第一季中的小家碧玉 不仅在发型上增添了几分成熟感 而且在服装造型等方面 也是更有自身的特色 在庆余年二中将有着独立感情线的颂艺 显然也将美出圈 还有就是星之磊 在庆余年第一季中 星之磊饰演的海棠朵朵 更多是一种不拘小节 酷萨的状态 而在全新的预告片中 星之磊的装造也是进行了升级 更具古风韵美的发型 搭配一身紫衣 也是让人眼前一亮 而全新加入的毛小彤 王楚然 金晨 以及王小晨等四位小花 各自的表现同样也是非常的抢眼 出演北齐长公主的毛小彤 一身红衣 净显少女灵动的发型 整个造型也是非常的甜美可人 让人非常的惊喜 同样是一身红衣的金晨 虽然在此前顶替了 韩久诺出演的叶灵儿 但就从目前的表现来看 金晨无疑也是更好的诠释了这个角色 整个造型也是洒爽不羁 眉眼犀利中也透露着一丝柔美 表现非常的出色 而在经历了上一个预告片中 被质疑显老态的装造后 王楚然此番亮相的造型和状态 则明显要比此前好的太多 一身粉衣手弹琵琶的样子 可谓是净显柔美端庄 美得让人移不开眼睛 没有过多古装经验的王小晨 在此番预告片中的表现 同样让人眼前一亮 一身深绿色的服装 手持原善的造型 在古风为美中 也透露着一丝妩媚 非常的吸睛 最后则是隋俊波 高露 以及于飞红等老牌的古装女神 每一位都与角色展现出了 极高的适配度和驾驭度 风格迥异的造型之下 却都有着浓浓的古风韵媚 以庆余年二目前过千万的预约 以及屡屡登上各大预测榜单的热度 在张若云等领衔的全眸线更为的精彩 女主团全员颜值经验的情况下 若如期在今年六月份上线 庆余年二毫无疑问 就将是同档期作品中最强大的存在 成为古装实至名归的王炸 也已然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呢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